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万物联网 天罗地网 数据的收集变成很重要 让人工智慧来发挥它的效益 而这些数据都是能源最大的使用者 能源是我们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 所以怎么样让这个能源是来自于绿色能源 我们为什么台湾绿色能源产业联盟 需要把智慧绿色健康跟循环 放心地拉在一起还要把政策的努力要加进来 亚续电脑积极地推动策略转型 从通信网路 物联网 车联网等网通产品的开发 进阶到网通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亚续电脑跟各类型的IT OT解决方案的伙伴合作 针对各种智慧建筑与场域 例如机场 车站 楼宇 展馆 学校 还有续业办公室等 我们将智慧交通应用在智慧公车跟智慧站牌的情境中 亚续扮演着智慧城市的创新垂直应用 严滑透过这些既有的智慧 医疗 零售 物流 各式各样的产业的解决方案 我们会慢慢的把数据往上 透过WisePass这个云平台来做一个中控的统整跟处理 也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打造出一个新时代的IT架构 真正满足未来弹性创新的智慧建筑跟所谓的智慧城市 洁明新能源以电力科学为基础 以除能技术为核心 我们在再生能源领域具有创新跟不断挑战的能力 我们具备智慧电力电网平衡区域电力的调度能力 我们也提供产业界更好的一个大型储能改善方案 包括小型家户的小型储能 以及汽车 机车各式各样的充电方案 欧江的技术结合了AIoT的技术 把空间里面的所有相关的设备完整的连结起来 把家还有我们的生活空间智慧化 让每一天的生活过得更有乐趣 我们在做的是高质化的解决方案 这个高质化的解决方案就包括 全世界最头痛的问题 被塑胶 第二个就是最大量的农业费气物 第三个是发展最快速的电子费气物 这是我的分界电子费气物做的 所以这样的分界不伤害任何的矿工 也不伤害环境 台湾人居环境管理学会 人居环境代表就是人类的生存环境 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建筑跟技术工程 主要的工具就是ICT产业 BIM AIoT或者说是云端技术 边缘计算等等都是我们的工具 创造一个永续智慧健康宜居的环境 智慧城市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scope 可以从最小的家的建筑开始 一直发展到社区到我们的城市 未来的智慧的城市制 将是一个国家跟政府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方针跟手段 这些年来台湾一再的建设新的科技 都是技术的突破 更是思维的开放 政策更是这些创意突破的推进器 打破科救 打破框框 能让创意飞出来的就是政策 智慧眷居 智慧城市 绿色能源 健康生活 循环经济 创新政策 跨域 跨界 跨业的台湾绿色能源产业联盟 欢迎加入台湾绿色能源产业联盟